朱合法 你逃不了了 你是什么人 你想做什么 一个要死的人 还在乎我是谁 既然你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吧 我叫殷孝天 是张灵海 张大帅侵卫队的队长 把东西交出来 你休想 爹 爹 爹 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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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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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絮 我跟你憋了 可放手 女儿起来 快走 快走 小心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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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死你们 来吧 跳一哥 恭喜你 终于成功了 跳一 你今天的成功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的 趁让门够奖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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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手 把他们处理给我 sans 潮水 身体 再 compares 见 了 他 是 ź 咱 宁儿 爹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英春 你也不会白死 我会给你证明 我比那个废物强硬 一百倍 一千倍 最后为你们报仇雪恨的 一定是我马丁儿 多谢朱平义 应该是什么 我买不计 说到乌尔 我买不计 我的车费 你 evil 你儿伸上牵手 不计划 乌尔 走 快 什么人敢闯太极门 小子 我们的目标是猪飘翼 快让开 好狗不打到 怎么 你不敢跟我打呀 少废话 杀 杀 如风 朱飘翼 你还真在这儿 给我杀 这位就是太极门的掌门陈清泉吧 我等来此只为朱飘翼 还望您能尽早交出朱飘翼 不然 我可不敢保证 我的弟兄们会做出什么事来 而等公然在太极门做乱 实在是过分 赶紧给我退出太极门 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 不交出朱飘翼 我们怎么舍得离开呢 再说了 再说了 我还要领教太极门的厉害呢 我还得不清 怎么会 不肯定了 而且我和人羡慕 都承识了 我要领教太极门 你会选择 没想到 你又不是 找我 因为你或许你 都不求挑実 和人羞 臣氏采集果然名不虚传 今天我不跟你计较 不过我们还会见面的 后会有期 走 队长 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 没事 没想到台积门竟有如此高的高手 看来不能强攻了 队长都不抵他 那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看来我们现在只能回去搬救兵了 张大帅 别来无恙啊 请张大帅入座吧 拵望 柱票翼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好 那就開始吧 稍等 今天這場比武 如何才能分出勝負呢 如果輸的一方不認賬 豈不是白忙活了 張大帥 您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曹大帥 你我都是帶過兵打過仗的人 戰場上輸的一方 只有一個結果 那就是死 所以今天這場比武 應該改成生死決鬥 您的意思是 這場比武 還得簽個生死狀嗎 生死狀 飄逸哥 他們這是要置女於死地啊 是啊 飄逸 絕對不能簽 朱飄逸 你要是害怕 現在後悔還來得及 朱飄逸 你怎麼看 如果你不想簽這個生死狀的話 我不會勉強你 既然我答應比武 早已把生死置之渡完 我同意 朱飄逸哥 朱飄逸 好 來人呢 上筆墨 朱飄 你現在上去阻止 也無稽於事 可我不能讓他冒生命危險啊 朱飄逸 有的時候男人 就是為了爭一口氣 醒醒 飄逸不會有事的 怎麼 朱飄逸 現在反悔還來得及 朱飄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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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你躲得及时 你躲得及时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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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忆哥 天忆 你受伤了 没事 张大帅 你得人好像不行了 你看是不是休息一下 给他疗伤啊 作为习武之人 应当有武道精神 既然签了生死状 我看就得遵守 大帅 我看还是算了 我们练武之人 应当仁慈宽容 我已经废了他的武功 如果再夺他性命 未免有施武德 朱师傅 难得你有这样的觉悟 那好 听你的 谢大帅 孙大帅 救我呀 废 朱师傅 真给我丢脸 来人 把他给我抬下去 朱师傅 这次你可是为了你们陈氏太极争了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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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朱师傅 我爹要是知道这事肯定为你高兴 朱师傅 难得你年纪精精 就有这样的武学造诣 可真算是我们中华武学的骄傲 佩服 佩服 谢大帅 不过 不是我武功超群 而是太极拳本身博大精深 我所发挥的 只是他小小的一部分而已 对了 今天晚上把宴席摆上 让大家一起高兴高兴 乐呵乐呵 好 你们先下去 是 队长 你 我 我已经成了废人了 马宁儿是个王八蛋 千万不要去找马宁儿 你 不是他的对手 队长 你好好养伤 你 你 马宁儿 你给我出来 马宁儿 马宁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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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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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对 我就是来娶你狗命的 你不是说杀了朱飘翼 就来杀我吗 你怎么会败给朱飘翼啊 你知道我为了这一天 活上了多长时间吗 门领儿 我知道你从晚会来报仇的 但是没想到会是今天 你要杀我 就动手吧 既然你这么喜欢死 我就来满足你 我现在就把你交给我的鹰爪宫 全部还给你 那 那 啊 啊 啊